拿著12年國教各區超額比序表 游泳教練向地方名帶陳情 因為在這份說明配分表中 全台各區幾乎都有競賽成績項目 台南地區甚至可以加到20分 但中頭區的超額比序卻沒有納入 引發不公平的質疑 例如說扯鈴比賽游泳比賽 或者是一些像五輪五師的競賽方面 他可能就是不加入 不列入在這個競賽成績的加分裡面 他是說用我們中張頭地區的 就是一個超額比序就是那個 加獎技工方面是用這方面去做 加分的那個管道 教練表示一般縣市及以上的 個人賽或團體賽成績 如果沒有納入加分比序 可能導致學生喪失學習的誘因 更會使得學校的田徑隊合唱團等社團 不易招募到社員 造成推動多元學習的困難 向教育局來反映 官員則回答 因為擔心造成貧困 弱勢學生的困擾 才沒有將競賽成績 納入加分比序 如此消極的說法 讓明代也不認同 這兩年國教 我們現在目前一年 我們中部的地區都超額比序 都不再加分 從南部的我們有十幾億的管市 都有加分 像這個加到二十分有兩位 結果這對我們中部的主題非常不公平 教育局表示 目前適用在國人學生的超額比序項目 已經定案 無法變更 之後會再做檢討 但十二年國教還沒正式上路呢 問題就一箱 到底要如何修正 才能達到真正的公平性 恐怕是十二年國教面臨的最大挑戰 記者賴秋風 台中視頻到